今天是瑞士第733个国庆节 祝生日快乐 瑞士庆祝国庆的方式很特别 没有阅兵仪式 没有升国旗仪式 几乎所有的瑞士社区 都会通过政治演讲 篝火 烟花 传统游行和烧烤 来庆祝这一天 联邦委员会委员 将在全国各地 发表不少于19次正式演说 有这么多话要说 除了以上这些 八月一日的传统 是在瑞士森蒂斯山的北坡 悬挂一面巨型国旗 这座山横跨盛加伦州和阿鹏侧尔州 由于其规模巨大 从瑞士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都可以看到它 这面巨大的国旗 面积达6400平方米 长80米 宽80米 重量超过700公斤 瑞士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拥有正方形国旗的国家 而其他国家的国旗 都是长方形的 顺便说一下 瑞士26个州的州起 也都是正方形的